想必大家都听过《器官捐赠》 但是大家有签署《器官捐赠同意书》吗? 根据《器官捐赠移植登陆中心》的数据显示 台湾到2019年4月为止 在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高达9702人 但是完成移植的人数只有282人 其实这样子的议题不只在台湾 在世界各国也都在发生 因此德国为了解决器官捐赠者短缺的问题 提出了一项新的法案 让所有公民自动成为器官捐赠者 根据新法 德国人会被多次告知这项新制度 并可以选择退出 家庭成员也可以在捐赠者去世后 拒绝捐赠他们家属的器官 想要知道更多关于德国器捐新制的内容 就看看1D8月的杂志吧 点赞 靠 靠 感谢观看